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木山周边因为海上警报的关系都列为管制范围 我们来听听稍早他们怎么说 本署派遣4车12人与盗轮及外木山案记实施劝离 那目前因应涌化台风的部分 那针对案记的民众及关浪游客 那请他们不要在现场就是实施关浪 避免发生危险 其实海巡署人员是在这个外木山周边派了4车12人 分别是在4个停车场做这个定点的巡逻 包含是除了是告知民众不要来靠近之外 也要求所有车辆都没有办法来停这个停车场 而且也要提醒民众 因为现在台风来袭 所以都尽量不要靠近海域的周边 因为其实在基隆过去 这个淹水状况都蛮严重的 尤其这一次烟花台风是今年第一个台风 过去因为基隆这个淹水都比较严重 所以民众都会特别来做这个防台的措施 包含是装这个防水闸门 甚至台水系统都要做检查 而刚刚海巡署人员在驱赶民众的时候 甚至还有一个民众是直接买早餐过来 还没戴口罩 在这边观浪 也遭到海巡署人员来驱赶 而现场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最新状况